现代大学生竟然花一分钱穿越到了古代 还被迫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明令刚刚祭祠才领到兼职的工资 钱都还没午热 他就被路过的冒失鬼突然撞了一心 随着手中的一枚钢棒掉下 他本着珍惜每一分辛苦劳动报酬的响意 立即飞身追出马路 好不容易捡到了钱 他身后突然冲出一辆急尺飞车 还没来得及闪躲 他猛地一下就被撞晕了过去 待他缓缓醒来之时 溢如眼帘的竟然不是在医院 而是在漆黑的空间 于是他猛地坐起身想要一探究竟 头顶却又被撞了个七分八速 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自己是被关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 然而这封闭的箱子似乎还隔音 任凭他如何敲打大 外界好像都听不到 无奈之下 他只能双手朝上奋力一推 下一秒 手无腹机之力的 他竟然奇迹般地将箱子砸开 他正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力气变得正的 耳边忽然传来一群人的惊呼 大师兄诈师了 他更加猛圈了 难不成自己是躺在棺材里 突然他的脑海里面传来一道机械音提示 宿主下午好 欢迎您来到绿江小说世界 此时他才猛然反应过来 刺激可能 也许 或许 就是穿越了 可他刚到手的工资还等着花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其他人都听不到稀土的声音 见他一人自言自语都还以为他邪碎附体 其中精通驱魔的二师兄善宅站出来 手加一道黄服 力声大喝道 大师兄被邪碎附体 带我将妖孽降服 现代人小慈哪里见过这架势 立马怂怂的白手解释自己不是妖孽而是 没等他解释完 脑海里又传来系统的提示 不可以暴露穿越者的身份 否则会被系统抹杀 他连忙闭脉 这让善宅更坚信诈尸的他就是妖孽 他一边念咒一边将附上黄服的宝剑用力一推 宝剑直直地朝小慈方向射出 小慈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在脑海里疯狂呼叫系统 系统怎么办 更是拥有金光护体可所谓刀枪不入 可今天同门师弟居然说他是邪碎附体 还直直地朝他射出一把附着黄服的宝剑 然而他却被吓得魂飞魄散 无力反抗只能举手投降 原来在这个小说世界中 原生恶毒大师兄已死 如今的大师兄是为了捡一枚钢绷而出意外 穿越来的现代大学生祭祠 当他从棺材里冲出来的那一刻 众人震惊 误以为诈尸的他是被邪碎附体 于是同门弟子善宅挺身而出 想要出魔 奋力朝他制出一把附着黄服的宝剑 祭祠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在脑海中疯狂向系统求救 眼见刚穿越的他即将要被宝剑击中面门之时 他身体四周突然出现一道金光 就像是金钟罩般保护着他 响当一声宝剑掉落在地 而宝剑上的黄服瞬间化成一滩灰烬消失 祭祠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 还是系统解释说原生现如今已是金丹中期 刚刚那是护体金光 正当他暗暗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善宅捡起宝剑再次指指祭祠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为何皇服对你没用 为了狗婆 祭祠只能使劲摇晃着空荡荡的脑袋瓜 脑海疯狂运转着不太高的智商 片刻后 他战战兢兢地解释 我死后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说我命不该举 于是就将我一掌打了回来 见对方脸上半信半疑的表情 他连忙朝天竖起两根手指 与其真诚地宣誓 若我要是有半句谎话怨兽雷行 善宅这才将剑收回 算是暂时相信了他的说辞 这下 祭祠的心才真正地装回到了肚子 现在他要做的是先去看看昏迷的小师弟 就在刚刚 心虚的系统已将迟来的世界信息传输到他的脑海 原生是一位谋害男主小师弟不成功 反而被妖兽干掉的恶毒男配 美强惨的男主情绝是人见人爱的万人迷 就连门内的三位长老都对男主心怀不顾 掌门云时更是将男主枉死离中 所以这次男主才会被留在掌门中休养 很快 善宅将祭祠送至掌门居所外 因还有要是在身边匆匆告辞 孤身留下的祭祠暗暗告诫自己为了活命 一定要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博取小师弟的信任 于是他硬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带着三分愧疚五分哭腔地冲了进去 我可怜的小师弟啊 师兄无能没能护住你啊 但看清躺在床上的人时 他顿时一正 满肚子的台词瞬间被堵在了嗓子眼 只在心中话成一句 我却好漂亮的人 只见秦觉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休养 白净漂亮的不像话 一副随便欺负的娇软模样 愣神之际 有人狠狠地朝他猛踹了一脚 直接将他踹出了房门 现代大学生竟因一分钱意外穿越成了 古风小说中的恶毒大师兄 迫害万人迷小师弟不成自己反被嘎 因此 祭祠穿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并憋出两行鳄鱼的眼泪 悲切地冲到小师弟的病榻前 小师弟 是师兄无能没能护住你 没等他好玩 突然被人用力一脚踹飞了出去 他都还没看清行凶之人 又被甩出了房门 他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你是什么人 竟然跑到小绝面前哭丧 赶紧滚出去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寻生抬头眼望 只见一名紫发男人双眉紧拟 满眼嫌弃地盯着他上下打亮 他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 眼前这位是管理扶修弟子的韩生长老 同时也是恋虚后期的大佬 一听是金大腿 祭祠麻溜地冲上前牢牢抱肿 跪在韩生长老的面前 嚎得鬼扑狼口 韩生长老 鬼门关走了一趟后 我最想念的就是名了 剑被吓到的长老又准备抬腿踹了 他连忙表明自己的身份 是宗门大弟子祭祠 韩生长老文言才细细打量着 跪在地上的少女 乱糟糟的头发和身上的粗布兽衣 好像宗门里面是有这么一号人物 可他之前不是跟小爵一起在秘境中历练 后来已经死掉了吗 无奈 祭祠又将之前和师弟解释的说辞又重复了一遍 弟子死后魂魄瘦高人点拨因此又活了过来 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任谁见了都不免心生不忍 然而这是听上去太不可思议 毕竟死而复生 这是虽有祭祭可谁也没有见的 韩生长老心中同样想到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妖孽附体做虫 为了证实他将手掌放在祭祠面门上方 通过修为来感应 魂体稳定气息轻正 看来眼前的少年没有说谎 正当祭祠以为蒙混过关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谁让你穿着兽衣来的 小爵还在敬仰 这要是过丧气给他 你该当何罪 为了苟活 他只能闪着委屈巴巴的泪影 对不起长老 我实在是太担心小师弟了 都怪我没能护住小师弟 谁想长老却怒意更甚了 小爵还在休息 你就在这里哭丧 是要我把你丢下山去吗 祭祠在心中忍不住 抱怨死而复生的弟子不关心 就只关心小师弟 这患谁谁都要黑滑 突然从屋内传出 男人痛苦呻吟的声音 两人连忙进屋查看 只见病榻上的情觉 正紧紧拽着背单一脚 发出痛苦的呻吟 像是很难受的样子 长老慌忙上前查看伤势 而祭祠却担心等小师弟醒来 将之前原主谋害知识都说了出来 到时候自己性命堪忧啊 系统在他脑海提示 秘境那天的记忆已经被消除了 之前原主欺负他的记忆仍在 然而此时的情觉脑海中 闪过许多残破的画面 他提见一步步走进 已死无全尸的府中 有人用世界上最恶毒 最下流的词汇辱骂他 他奋力反抗挣扎 突然他惊呼一声猛地坐起身 刚刚的噩梦历历在目 因此他警惕地盯着 凑上前关心的长老 还飞速避开长老 想要查看伤势的事 祭祠见小师弟醒来了 冲上前准备刷刷小师弟的好感度 没想到情觉一见到他表情 瞬间变得冰冷 眼底还隐隐透出几分杀气 祭祠傻眼了 心想秘境的记忆 已经删除了怎么还这样看着自己 原主之前到底对小师弟 做了些什么是恶不杀的事 恶毒大师兄竟然穿着兽衣 冲到小师弟的病榻前扑桑 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自责说 都是因为自己无能保护不了小师弟 事实恰恰好相反 正是祭祠在秘境历练之事迫害 小师弟情觉才会身受重伤 可没想情觉醒来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主动提出 要和恶毒大师兄一起生活 这是什么骚操作 可把祭祠整不会了 就在刚刚 情觉从混乱的噩梦中惊醒 他看清周围的环境后 眼神瞬间变得厌恶又阴狠 因为重生之后的他清楚地记得 前世自己就是被混骗到这里 被费尽修为受尽了屈辱 现在他是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可心虚的祭祠却被吓得目瞪口呆 心想系统已经删除了 他脑海中秘境部分的记忆 难不成之前还结过什么 深仇大恨不成 作为炮灰男配 最重要的是报警男主 一想到这 祭祠二话不说 飞扑上去 紧紧抱着小师弟纤细的腰肢 眼泪鼻涕狂飙的嗚嗚 小师弟你终于醒来了 为兄我可被吓死 情觉顿时一愣 长老怒了 面无表情地滴溜起祭祠的衣礼 响当一声像扔快抹布一样 将人甩到了后时的墙上 随后语气极其温柔地 关切情觉的伤势 然而心有芥蒂的 情觉巧妙地避开长老的触碰 垂眸朝长老行入 身为弟子却住掌门房中 实在有为规矩 还请长老准我离开 话音刚落立马就遭到长老的反对 掌门风内灵气充足 比你自己的居所要好上百倍 还是在这里休养 可情觉已经打定主意离开 忽然他扫了一眼 蹲在角落的祭祠 他正犹犹豫豫怎么回答 突然系统在脑海中提示他答应下来 因此他立马愉快地同意 然而长老却无视祭祠 转而看向情觉柔声 叨叨着小师弟的伤 一个拼命地想走 一个拼命地想流 屋内气氛顿时陷入了一阵尴尬 还是祭祠跳出来笑呵呵地打圆场 小师弟才刚醒咱饭不着 为了这种小师伤和气 你就算不为弟子这颗 将功赎罪的心着想 也要为了小师弟的身体着想 小嘴巴拉巴拉个 没完只差 我为你是问 作为穿越过来的 现代青春活泼的大学生 如今全身最有用的就是这张座 他观顺地道别一肚子火气的长老后 笑眯眯地带着小师弟下山 然而他异常的殷勤 却让情觉心中不免生意 之前秘境的是自己完全都记不起来 但在前世祭祠确实是死在了秘境里 可这一世他不仅没死 而且还特别的殷勤 难不成他也是重生之人 现代大学生花一分钱穿越到古代 被迫当起了梁家富男 小师弟睡觉他捉蚊子 小师弟养病他熬药又未咬 来大郎该喝药了呀 午膳时 祭祠性冲冲地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鸡汤 冲进小师弟的房内 大郎鸡汤来了 该吃饭了呀 而情觉却好似没听到是的 仍端坐踏上打坐休息 可他已经打坐了一个早上 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前世屈辱的记忆一直萦绕在脑海中 前世他被哄天飞去了修为 后来又被百般的淋漓 这让重生后的他怀疑接近的人都是不怀好意的 突然他猛地抽出零件 朝祭祠冲了过去 锋利的剑锋直指大师兄的驳梗 就在那把剑离喉咙只有0.01公分的时候 祭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惊恐地赶紧退退退 在脑海里询问系统 我的脑袋还在吗 听到系统确认还在 祭祠才稍稍放下心 可情觉却还没有对他放心 你刚靠近我有什么目的 叫叫叫叫你吃饭了 小师弟你看 这把零件擦得挺干净的 不如先收起来免得弄脏了就不好 情觉面无表情地细细观察大师兄的神情举止 试图能看出一丢丢不轨的端倪 可没看出什么 他只能将剑收回 淡淡地回复说自己不吃 必听祭祠立马不同意 不吃自己要怎么讨好万人米小师弟 不讨好自己怎么活命 必想到这 他连忙端起一叠香喷喷的红烧排骨 用红小孩的口吻哄着 你确定不吃吗 今天的排骨可是鲜香味美得很 咬上一口保证你 排骨看上去是不错 可情觉现在最怕大师兄会继续叨叨地不停 于是他赶忙打断了祭祠的废物 我吃还不行吗 无奈 他只能乖乖地坐上饭桌 看着祭祠炫了一碗又一碗饭 想想这些天大师兄对自己的照顾 无微不至得有些过分殷勤 可好像也没对自己做些什么 罢了 姑且相信他真的只是单纯地在照顾自己 后面看看再说吧 午餐过后 情觉照常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片刻 凉爽的房内温度突然急剧地升高 热得他汗水直流 于是他起身打算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谁想房门一打开 迎面而来的居然是一场熊熊大火 而祭祠正举着火把站在大火前 恶毒大师兄秒变贤惠的家庭富男 小师弟睡觉他捉蚊子 小师弟养病他熬腰又煮饭 来大郎 该喝药了呀 来大郎 该吃饭了呀 甚至还帮小师弟洗脚脚 然而他做牛做马的伺候 却被小师弟误会要放股杀人 还被长老认定是扑倒小师弟的禽兽 这炮灰难配的角色也太难了吧 明明祭祠只是没掌握好火后 不小心将厨房给烧了 可秦爵一看到他举着火把 便在心中断定恶毒大师兄终于对自己动手 不等对方解释 他二话不说便念起了欲水诀 下一秒 天空骤然电闪为明乌云密布 现代人祭祠哪里见过这场面 傻愣愣地抬头望着突变的天空 突然倾盆大雨当头泼下 还只交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顿时被泼的一个机灵 秦爵目露凶光地凑近 恶狠狠地嘲讽他辛苦谋划了这么甜 结果就只设计出放火杀人这么低级的阴谋 祭祠慌了 连忙解释说 我看你每次喝完药都皱着眉头 猜想你是嫌要太苦 所有想做点蜜饯给你赔了 没掌握好火后才烧了房子的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还从怀里掏出之前做的试验品 闭包黑乎乎的东西 虽然脉象不太好味道应该不错 你要不要尝尝看 情觉顿时表情一致 一股复杂的情绪瞬间压在心头 他有些乱不知该说什么 只淡淡地丢下一句 以后不必做这些多余的事 说完则转身大步往房内冲 可虚弱的他突然腿一软 差点摔到了地上 幸好大师兄及时将他扶住 这么好巴结男主的机会 祭祠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路 于是他俯身正准备将小师弟公主抱回房 然而情觉却一把猛地推开 还连连后退试图将两人的距离拉远 可他不听话的脚却一个打滑 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后栽 祭祠健壮飞速地扑上去 将手放在小师弟的后脑位置 最后他也因重心不稳重重地摔倒 情觉的脑震荡是躲过去了 他的手也受伤了 就是这个姿势不免让人想如飞飞 就在此时 好死不死韩生长老恰好来看望受伤的爱徒 只见这个胆大包天的祭祠 竟然将他的心肝小觉压在身下 他瞬间怒了 大吼一声 祭祠你好大的胆子 怒火攻心的他立马凝聚出一道身后的灵气 朝秦兽之人打了过去 祭祠被吓得差点哭蝶喊娘 心想完了这次真的要死悄悄 可他却什么事也没有 于是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 不知道何时情觉已站在他的身旁 手轻轻一挥将灵力挡了下来 韩生长老见状立即将灵力收了回去 小觉你为什么要帮他 刚刚他在轻薄你 而情觉谋底闪过一丝厌恶 长老是您误会了 方才是我身体不是大师兄想帮我回房休息 奈何施了力气才一不小心摔在了一起 况且大师兄好像因为保护我受伤了 他看了一眼祭祠受伤的时候 带着一丢丢不易察觉的愧疚 韩生长老虽仍有有些不满 可还是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笑眯眯的邀请情觉 随他一同延细刚逃到的功法秘籍 祭祠紧紧张地望向小师弟 心想若小师弟跟长老走了 自己这几天的辛苦不就泡汤了 不幸自己要想个法子把人留下 为了狗活 他被逼化身成贤良舒德的良家富男 每天费尽心思地讨好男主 可系统没说被男主毕东该怎么办 就在刚刚 韩生长老邀请情觉一同延细功法秘籍 心想是输如命的小觉肯定会跟自己走 可他不知道的是重生后的情觉 只想远离他们这些人 若真要他选择的话 他宁可选择旁边这位蠢萌的话 于是他已准备半个月的宗门大考 为理由晚言拒绝 可韩生长老却不明白 以小觉扎实的基础 根本不会担心宗门大考才是 然而情觉却回复说 大师兄近日为了照顾我荒废了不少刻意 我身为师弟理应帮衬帮衬 你说对吗大师兄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转头眸光阴暗地瞪着身旁的祭祀 作为一名努力狗活的炮灰男配 祭祀自然是想也不想地赞同 看着两人融洽的相处模式 韩生长老心中无端生出些危机感 小觉必须被他们牢牢钻在手心里 绝对不允许被外人勾搭了去 无意中他扫到墙角居然放着一堆的垃圾 正打算上前砸了 祭祀眼急脚快地拦了下来 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搜罗来给小师弟做饭用的 长老你可不能砸呀 小觉已经避古了用不着这些东西 小师弟现在是病人 就应该吃点好吃的服务 你让开我说用不着就用不着 两人争执不休互不相让 还是情觉出面打断 让这些东西放内吧 不碍事的 既然小觉都开口了 韩生长老自然不会反对 可心底对祭祀的恨意更增添了几分 临走之前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傻笑的祭祀 恨不得现在就手刃了涌出后患 人走后 作为现代无奖思美的三好学生 刚刚小师弟救了他一回 理应好好地感谢一番 可没等祭祀将感谢的话说出口 情觉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奋力一扑将人壁咚到了墙上 前世的记忆令他对所有人都充满了不信任 而祭祀这几天的表现就像被夺赦一样的反常 文雅的小师弟瞬间爆发出骇人的气场质问道 你到底是谁 大师兄虽然又蠢又笨 但不至于连最简单的护体精光都用不出 可刚刚你连挡都不挡 我再问一遍 你到底是谁 祭祀顿时脑袋当机不知如何回答 问系统 关键时刻系统也当机 他突然灵光一闪 一般这种情况电视剧是怎么编的 对了失忆 因此他解释说自己死而复生后 对术法什么的记忆全部都消失了 只是怕你担心才一直没说的 情觉半信半疑地松开了手 突然大喊一声 大师兄 有 祭祀吓得立马拿出军训标准站姿 立正站好 我问你术法阴阳陈云画风绝分几个要点 等等小师弟 你说慢点 阴阳什么 什么陈云 陈云什么 不要说要点就连术法的全名 祭祀都没能记个全 真真真的不知道 情觉也看他的傻样不像是假装的 复活加上失忆 难道这一世秘境内发生了什么事 算了 就当他说的都是真的吧 希望他没有气自己 他穿成书中的炮灰难配 每天最激动的时刻就是喊男主喝药 大狼该喝药了 声音钟气十足 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喊话时的兴奋和喜悦 今天情觉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大狼是谁 祭祀被问得有些心虚 只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大狼是我们老家传说中守护健康的神仙 只要每次喝药前喊上一句 能保佑失地你好得更快 真真是奇怪的传说 情觉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接过要玩慢条斯里的喝下 连喝药都文雅得很 不愧是书中万人迷的男主 然而祭祀却有些不明白 他那么冷淡 情觉表情骤然转冷 我和他的事情我自有考量 你不要多问 作为努力狗活的炮灰男配 男主不让问 祭祀坚决不再问 收拾好要往后 他则继续做好家庭负难的事 该去准备晚上给小师弟禁堡的烧鸡 情觉望着不知在抓鸡还是在赶鸡的大师兄 陷入了沉思 以他上一世的修为 虽然干掉了那四个人渣 但最后落了个利劫而亡的下场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有大把的时间提升实力完善报仇记录 至于大师兄 估计已经被韩生盯上了 罢了 看在这些日子的交情上 他会想办法护着 忽然传来祭祀的求救声 小师弟快救救我 这鸡他会啄人吗 情觉走出房门一看 抓鸡的人反而被鸡扑倒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心里骂了一句蠢货 随即关上房门 摆明了不想理会 任凭祭祀在外疯狂的大喊 小师弟别关门 快来救救我 一个下午 祭祀在被鸡追着逃窜 被鸡拙的哇哇大哭中来回反复 终于在傍晚时分 他还是在膳房大娘的帮助下搞定 祭祀接过处理好的鸡 毫不吝啬的夸奖 不愧是我们膳房的一只花 没有一位女人会拒绝这样的夸奖 更何况是一位年轻俊美的少年夸的 大娘被夸得心发怒放 祭祀继续疯狂输出 大娘人美心善手艺又好 怪不得我们弟子都特别喜欢吃你做的饭 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大师兄这么时尚 祭祀正准备要走 却被大娘叫住 这盒点心送给你拿回去吃吧 一盒精致的小点心 光看着就觉得味道肯定不错 祭祀顿时有些错误 一直以来所有人的心思都在小师弟的身上 这可是第一次有人送礼物给他 能不感动吗 他感动得泪眼汪汪 谢谢大娘 大娘您就是我的亲娘了 行了赶紧回去吧 我可不想要你这么闹痛的儿子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突然贴到他的身后 凑在他的耳边低声嘟闹了一句 这点心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惊得祭祀一蹦无迷远 带他定睛一看 那男子面容清雅手里捏着把折扇 看着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他穿成书中的炮灰男配 每天被问到最多的就是 小师弟怎么样了呀 所有人都只关心万人迷的男主 然而今天祭祀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给他的礼物 实在是太太感动了 终于有人关心自己了 就在此时 一名男子突然贴到他的身后 他顿时被吓得一蹦无迷远 带他定睛一看 那男子面容清雅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这人正是外出采药回来的清玉长老 清玉上前正打算问问小绝的状况 可在看清祭祀脸的瞬间 他愣住了 祭祀原来是长这样的吗 他记不太清了 往日的祭祀性格阴郁总是低着头 他自然也就没有过多关注 今日一见 没想尽是为模样上成的美 他看着看着 不自觉地露出意味深长的浅笑 随即 他论起小绝的伤势 小师弟已经好很多了 祭祀嘴上观顺地回答 心里想的确实 果然又是一个只关心小师弟的 见识后也不早了 他忙收好东西准备离开 他一会还要赶回去给小师弟做烧鸡呢 同一时间 清玉含笑地注视着他 正想再说点什么 眼神忽然顿住了 只见祭祀白嫩的手背上有些擦伤 你的手势怎么回事 祭祀瞬间被清玉突如其来的关心感动了 谢谢长老的关心 只是撞破了点皮 我已经上过药了没事 可没想清玉却笑眯眯地解释说 不是的 我只是看你伤成这样 我想问问小爵他没事吧 祭祀表情顿时一将 刚刚那一丢丢的感动瞬间被打死 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算了 谁叫小师弟是万人迷男主 无奈 他只能强颜欢笑 信誓旦旦地保证 长老您放心 就算我被包皮抽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绝不会让小师弟伤到一根毫毛的 清玉安心地笑了 还笑得眉眼弯弯 祭祀再次扎心地疼 一句承诺至于乐成花嘛 不过他临走前 还是收到了清玉送的金窗药 内心有那么一丁点迟来的感动 作为答谢 他决定一会送些烧鸡过去给清玉尝尝 毕竟和跟韩生长老比起来 清玉长老简直温柔得不可思议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走之后 温柔的清玉突然连起了笑容 还露出阴冷的神色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回到住所 秦爵正在床榻上打坐 看样子好像还要些时间 祭祀就先掏出清玉长老送的金窗药 准备给伤口伤药 打开瓶盖的一瞬间 一股特别的清香瞬间泥散在空气中 打坐的秦爵一闻到这熟悉的味道 立马惊恐地睁开双眼 他一下冲到大师兄的面前 立声质问这药是从哪里拿来 祭祀顿时被吓了一条 可还是老实交代是清玉长老送的 然而秦爵却没有回话 双眼死死地盯着药瓶片刻后 突然从祭祀的手中夺过药瓶 发疯似的狠狠砸到了地上 药瓶瞬间破裂流出里面的药水 这异常的行为搞得祭祀不明所以 小师弟这是在发什么疯 好好的金窗药就这样浪费了